在黑海之上 一场颠覆现代海战规则的革命已经打响 乌克兰一个在开战之初 几乎丢光了自己全部海军的国家 却靠着一群神出鬼没的无人自爆快艇 把俄罗斯因以为要的黑海舰队打得丢亏气甲 其超过三分之一的舰艇 都被这群海上自杀小队送回了老家 然而就在所有人都以为 乌克兰将凭借这种战术 从此压制俄罗斯海上舰队的时候 2025年8月28日 俄罗斯却用着从乌克兰那里学来的招式 发动了一次成功的无人艇反击 并成功重创了乌克兰的 新飞罗伯尔号侦察舰 如此看来 一场俄乌之间的无人快艇竞赛已然打响 那么这场军事竞赛是否意味着 新的海战规则即将到来 海上无人艇封群战术的饱和攻击 究竟会对战局造成多大影响 面对这种新型武器 俄乌又会选择怎样的战术进行有效打击 他们双方又会展开怎样的反制措施 要说这无人艇的幽灵 其实早在一百多年前 就已经在一位科学巨匠的脑海中盘旋 它就是尼古拉特斯拉 1898年 特斯拉向世界展示了 它称之为电控自动机的发明 而展示的成果就是一艘 由无线电远程遥控的无人船 当时一位记者就指出 这玩意儿可以装上炸药 变成一枚无线电鱼雷 但这个远远超越了那个时代的发明 最终还是被当时的军事机构数之高格 毕竟在那个巨舰大炮主义盛行的时代 海军将领的眼里只有钢铁产量和火炮口技 根本无法理解这种小玩意儿 会有怎么样颠覆性的潜力 这个技术直到一个多世纪后 才在黑海的战火中得到实际应用 而乌克兰就是第一个运用这种技术的选手 在战争初期 面对俄罗斯黑海舰队的绝对优势 乌克兰的海军几乎全军覆没 而打不过那就只能换个赛档 于是在2022年的夏天 一直由乌克兰工程师组成的秘密小队 开始捣鼓一种全新的武器 他们最初的设想非常博素 利用一艘小型渔船的船体 装满炸药 再配上一个能远程遥控的摄像头和马达 而让这个朴素设想变成现实的关键 则是一项来自太空的黑科技 马斯克的星链卫星通信系统 这套系统为这些简陋的无人艇提供了 可靠低延迟且难以被追踪的双向通信电路 这使得乌克兰的操作员 可以在数百公里外的安全地堡里 像打电子游戏一样 实时遥控这些无人艇冲向目标 而这种玩法彻底改变了俄乌双方的力量平衡 2022年10月29日 乌克兰对俄罗斯在萨瓦斯托波尔港的海军基地 发动了第一次大规模海空协同的无人系统攻击 7色无人艇和9架无人机组成的攻击 成功重创了俄军的马卡罗夫海军上将号护卫舰 这次袭击如同敲响了俄罗斯海军的颈中 标志着无人艇作战新纪元的到来 然而当所有人都以为俄罗斯只能被动挨打时 这位以苏联的继任者自居的国家 终于开始放下身段 学习起了乌克兰的战术 最终在2025年的8月 俄罗斯自己放出的卡特兰无人艇成功地在多闹河口 咬住了乌克兰的侦察舰 当战长的双方都开始使用同一种战术时 这场对决的性质也就此彻底变了 那么在这场无人艇的攻防大战中 究竟有哪些致命的招数 面对这种战术时 我们又该如何见招拆招 接下来咱们就来深度拆解这里面的花样 首先让我们将视角放到乌克兰身上 学习一下作为进攻防 该如何转无人快艇的战术手册 乌克兰的无人艇之所以能取得如此惊人的战果 绝非是简单的无闹冲锋 而是形成了一套经过实战检验 不断迭代的精妙战术体系 火力军在此将其拆解为四大核心战术 首先来到战术一 宝河式封群攻击 这套战术可以说是乌克兰无人艇战术的灵魂 其核心思想非常简单 就是用数量优势去击穿对方的防御上限 毕竟一艘军舰的防御系统再先进 它能同时跟踪和打击的目标数量也是有限的 一艘无人艇来袭 近防炮可以轻松应对 两艘也能勉强处理 但如果从不同方向冲过来五艘 八艘甚至更多呢 军舰的雷达和火炮就会瞬间陷入选择困难 火力通道被彻底沾满 故此失彼 这就是饱和攻击的威力 最经典的战地发生在2024年2月1日凌晨 当时俄罗斯黑海舰队的 伊万诺维茨号导弹艇 正在克里米亚西部的多努茨拉夫湖附近巡逻 而一场精心策划的裂杀行动已经悄然展开 乌克兰国防部情报总局 派出了多达六艘马古拉V5型无人艇 这些无人艇借助夜色掩护 从不同方向悄然接近 随后同时发动了致命冲锋 从最后无方公布的视频中 我们可以看到 伊万诺维茨号上的船员 拼命用舰载武器还击 但面对蜂拥而至的无人艇 他们的火力显得苍白无力 最终第一艘无人艇成功命中线围 引发了巨叠爆炸 第二艘第三艘接踵而至 精确地撞击了船舰的左旋水线以下部位 而连续的爆炸 在艇身上撕开了多个无法挽回的大洞 海水疯狂涌入 之后这艘排水量超过500吨的导弹艇 在短短几分钟内就向左倾覆 沉入冰冷的黑海 这场堪称教科书式的风群打击 可谓是完美的诠释的 如何用低成本的无人艇 去换掉一艘装备经党 价值不菲的现代华山舰的实战演练 此外乌克兰的二号战术 则是海空协同立体突防 如果之前说的风群战术是正面强攻 那么乌克兰的海空协同 就是为这场强攻 加上了精密的战术引导和掩护 从几何时乌克兰就意识到 单靠水面上的无人艇 就像是缺少眼睛的狼群 效率不高 因此他们经常会先派出空中无人机 扮演赤猴和骚扰者的角色 早在2022年10月29日 对塞瓦斯托波尔港联纳斯 开创型袭击中 乌克兰就派出了9架空中无人机 与7艘水面无人艇配合作战 这些空中无人机 首先承担了侦察和目标指示任务 他们在高空盘旋 将港内俄军舰艇的实施位置 动向等关键情报 传输给后方的无人艇操作员 为水面上的杀手提供了精确的指导 其次他们扮演了诱饵和骚扰者的角色 当攻击开始时 空中无人机率先对港口发动攻击 这种方式立刻就吸引了俄军 大部分的防空火力和人员的注意力 而港口内的防空系统 则开始疯狂地对空射击 此时俄罗斯整个防御体系的焦点 都被引向了攻击 就在俄军手毛脚乱地应对空中威胁时 水面上的无人艇风群 趁着这个黄金窗口机 从防御的子角悄然突入 直播毫无防备的 马卡洛夫海军上将号等舰艇 最终成功得手 这种战术就是典型的神动机器 用空中的威胁而掩护水面真正的杀招 它的战术特点 极大的增加了防御方的决策难度和应对成本 从而迫使防御方 必须同时应对来自天空和海面的双重威胁 除此以外 乌克兰还有第三招 那就是发挥有机战的特点 打了就跑 骑骑俄罗斯的软肋 要知道无人艇 不仅能打在开阔海域移动的军舰 更能执行长途奔袭任务 打击那些看似安全 但防御相对不弱的港口和战略设施 而乌克兰的无人艇 就凭借其数百公里的航程 多次上演了千里走单机的好戏 无人艇前去打击的目标 往往能出乎俄罗斯的预料 2023年8月4日 乌克兰安全局与海军联合行动 用一艘海上宝贝无人艇 长途奔袭了超过600公里 成功袭击了俄罗斯奔袖的新洛西斯克港 这个港口是黑海舰队 在撤离克里米亚后的主要停泊地 在战略位置上 一直被俄军视为绝对安全的后方 然而乌克兰的无人艇 就这么水灵灵地潜入到了港区 重创了正在码头停泊的大型登陆舰 奥迪涅格尔斯基 戈尔尼亚克号 这艘排水量达4000吨的巨舰 最终被无人艇携带的450公斤炸药 在左旋炸开了一个大洞 舰体严重倾斜 而第二天 奥迪涅格尔斯基 戈尔尼亚克号 被拖船拖走维修的狼狈画面 眨眼就传遍了全世界 让俄罗斯海军颜面见识 不过这次袭击的震撼之处在于 它用事实证明了 乌克兰有能力将战火烧到俄罗斯的核心腹地 此后任何一个黑海沿岸的俄军港口 都将不再安全 这种战略威慑的意义 所造成的影响 甚至超越了基层一艘军舰本身 更可怕的是 乌克兰的无人艇 并没有停留在一次性的自杀式攻击阶段 而是在飞速的进化 例如最新版本的海上宝贝无人艇 就被拍到 加装了多连装的火箭弹发射器 这些火箭弹的精度可能不高 但它们可以在无人艇冲锋的最后阶段 向目标舰艇的甲板进行覆盖式射击 其主要目的不是摧毁舰艇 而是压制甲板上的速射炮和机枪操作手 为无人艇自身的最终撞击扫清障碍 而乌克兰的马古拉V-5最新改型 甚至被测试搭载了R-73空对空导弹 并成功击落了一架米8直升机 这也标志着无人艇 已经从单一的反舰平台 进化为了具备一定区域内 防空能力的多功能作战节点 而这种快速的迭代和进化能力 才是乌克兰无人艇战术最可怕的地方 它意味着作为防御防 俄罗斯将时刻应对层出不穷的新威胁 面对乌克兰这套眼花缭乱的组合拳 俄罗斯一开始确实是吃了大亏 他们的传统防御体系是为了大规模作战而准备的 根本防不住这么一群拿着小刀 行动敏捷的刺客 但吃亏吃多了总得学乖 俄罗斯的反制措施也在学的教训中不断进化和完善 俄罗斯首先想到的反制措施就是物理硬杀 并且加固原有防线 这是最直接最本能的反应 既然无人艇小而快 那就用更密集更快速的弹幕来应对 在多次预袭后 俄军紧急在他们的黑海舰队舰艇上 疯狂加装大口径机枪和多电装的促射炮 并要求舰艇在航行和停泊时 必须安排专门的观察哨和火力小组 24小时不间断地监控海面 同时俄罗斯空天军也加入这场猫鼠游戏 他们多次公布录像 显示俄军的卡52短吻鳄 以及米28浩劫武装直升机 还有米8运输直升机在黑海上空巡逻 这些直升机利用其机动的优势 以及强大的机载武器 像打地鼠一样 从空中坠裂乌克兰的无人艇 从公布的画面看 效果相当不错 这种空海一体的反无人艇巡逻 极大的增加了乌克兰无人艇的突防难度 此外 针对港口防御 俄军还在斯瓦斯托波尔等关键港口的入口处 部署了多层物理防御网和浮动障碍物 试图从物理上阻止无人艇的潜入 除了以上这些 俄罗斯还有第二招 那就是电子作战 毕竟说到无人艇的命脉是什么 那一定是它与后方操作员之间的 卫星通信链路 以及用于导航的GPS信号 一旦这两者被切断 无人艇就变成了在海上漂泊的无头舱蝇 因此 俄罗斯开始在关键海域和港口周边 大量部署西普尼克 Aero等先进的电子站系统 这些系统可以有效地干扰 无人艇的通信和导航信号 在舰艇周围制造一个电子黑洞 迫使无人艇失去控制 或偏离航向 而这场看不见的电子对抗 至今仍在黑海上激烈进行 我们经常会看到 乌克兰的无人艇在接近目标时 突然画面中断或失控打转 这就很可能是遭到了 俄军强大的电子干扰 更有甚者 俄军还在尝试用网络攻击的手段 去入侵无人艇的控制系统 试图直接侧反 或瘫痪这些来自敌方的武器 这场在网络空间中的销量 虽然没有硝烟 但其激烈程度 丝毫不亚于真刀真枪的对抗 不过俄罗斯可不喜欢被动挨打 所以他们想到的第三招就是 以牙还牙 对乌克兰进行物理威慑 毕竟在尝试了各种防御手段后 俄罗斯觉得最好的防御就是进攻 既然我防住你的无人艇 那我也造无人艇 你用马古拉搭我的港口 我就用卡特兰打你的舰船 这下子 一场原本的非对称较量 硬生生被投入到了对称的消耗站 而俄罗斯的卡特兰无人艇 就是这种思路下的直接产物 虽然走机型号在技术上 尤其是在通信技术方面 可能还不如乌克兰的成熟 但2025年8月 俄罗斯对新飞罗伯尔号的成功袭击 已经证明了 俄罗斯已经掌握了无人艇的攻击能力 这一局势转变 可以说意义极其深远 它标志着黑海的无人艇战争 双方的比拼 就是谁的无人艇能造得更快更多 谁的技术更先进 谁的战术更高明 不过在海军战术改变的背后 所反映的正是一种海军力量的民用化 曾几何时 制海权是少数强国才能玩得起的游戏 动辄数十亿美元的驱逐舰 不是谁都造得起的 但现在一个无法负担一艘护卫舰的国家 却可以组成一支 由成百上千艘低成本无人艇组成的舰队 去挑战一支庞大的传统海军 这种态势实际上从根本改变了 海军的成本效益分析 火力军大胆设想一下 未来的战场上 这种无人化设备的攻防战 只可能会更加魔幻 在空中的侦察无人机 像鹰眼一样锁定目标 水下的无人潜航器 像幽灵一样切断退路 甚至在船底安装炸弹 而水面上的无人艇风群 则从四面八方发动宝核式攻击 天 海 潜 三位一体 将会形成一个事实上的猎杀网络 而处在这个网络中心的 可能就是一艘传统战舰 到那个时候 再先进的雷达 再密集的防空火力 可能都将无济于事 毕竟 这可以说是一种体系之间的对抗 而以无人机械为主的技术 正在以我们无法想象的速度 改变如今的战争规则 好了 关于无人艇的故事 火力军就和大家聊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火力军 本期视频 别忘了点赞关注 也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看法 或者聊到你认为 未来的海战 还将出现哪些颠覆型的武器 欢迎在评论区分享给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 好的 各位观众 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T恤 不仅超有态度 还堪称性价比之王 首先 它超级轻 拿在手上轻飘飘 穿上身更是零孵蛋 舒服到让你忘了它的存在 其次 灭料巨透气 就像会呼吸一样 就算在外面跑一天 也能保持干爽 彻底告别 粘密感 最关键的是 价格真的让我惊掉下巴 仅需很少的钱 你就能拥有这份清爽 质量和舒适度 绝对远超这个价位 闭着眼入都不亏 多买几件换着穿 也毫无压力 链接已经给你们上了 这种宝藏 T恤手慢无 赶紧去抢 感谢您的适合 请您收拢 旁边 请您收拢 蛋糕 您收拌 伤透气